纪宫全传由紫妃播讲 第五十三回 陆林贼偏欲陆劫 射尖谋画虎不成 话说纪宫进了会营楼 掌柜的见他衣服蓝绿 是个穷和尚并未逢迎 杨猛陈孝等五个进来 掌柜的赶紧招呼 忠位里边坐 留人进去到了后堂 跑堂的过来说了 您六位是上楼还是在哪 和尚问有雅座没有 跑堂的说了 只有一个雅座刚进去撒人 已经这韭菜都点好了 不然您六位上楼 和尚说不上楼 我到雅座 把他们三位让出来如何 跑堂的一听 那可不行 这总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和尚说了 你不要管 我到雅座去 一先帘子进来 看见仨人正吃酒 这是心结拜的把兄弟 大哥请俩兄弟吃酒 正在谈心的时候 见到外边进来一个穷和尚 哎哟 你们三位在这吃酒呢 哎哟 这酒钱呀 我给了 我给你们三位 再要几样菜吧 三人赶紧都站起来 大哥疑惑 和尚莫非是我两个把弟的相好 那俩人也疑惑 这和尚是不是大哥认识的 所以三人都说 哎哟 师父 您不必会账 来坐下一块吃酒吧 和尚说 不了不了 你们三位吃啊 我走了 自个退身出去了 他这一出去 大哥就问了 二位兄弟 这乃庙的和尚 你们认识吗 那俩人说了 不知道啊 不是兄长你的朋友吗 大哥说 不是啊 我也不认识 仨人全都乐了 呵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人平白无故的请喝酒 好 来 咱坐下喝 仨人挺高兴 可谁想到 三个人这屁股 刚往椅子上一坐 蹭 全蹦起来了 大哥就说 哎呀 这什么玩意 炸我屁号了 那俩人说 哎呀 我也被爆了局了 哎呀 这这 这哑尖不好 咱换地吧 什么炸屁股 咱挪外边去 仨人叫跑堂的来 把他们的韭菜挪了出去 技工一看 呦 人家出来了 他们进去了 到了里边落座 要了韭菜 摆上刚喝了几杯 就听外边有人说话 声音洪亮 和字并赤字 啃撒谣 把和字赤字谣 应找孙 说完 进来三个江阳大道 书中交代 进来的这仨人 其中就有 华云龙 只因华云龙 自林安跟王通分手之后 定准了 在千家口 通顺殿的约会 不见不散 他在通顺殿里 人家都当 他是保镖的达官 他往日 住在后院上方之中 昨夜晚间 他自己吃完晚饭 就觉得心神不宁 于是 叫殿中 伙计结了账 还交代了 我要走 有西川姓王 明通的来找我 你告诉他 我先走了 跟他在家中相见 伙计答应 他出了殿门 天已出谷之际 走到村外 只见 满天星斗 昊月当空 走了大概五六里 前边 一座树林 这画云龙刚想过去 忽然从树林中 跳出一人 口中说 子佑生来 新兴鲁 好学枪棒 懒读书 飘鹏四海 免民货 浪荡江湖 林草庐 遇见良善 俺要救 专把探官 恶霸诸 我人到处 居方寸 哪管黄王 法有无 说了八句 把刀一亮 抬 对面行路之人 快快留下 买路的金银 饶你不死 画云龙听罢之后 问道 对面是何字 那拦路人一听 哼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我不懂 说着 摆刀过来 搂头就多 画云龙拉刀 刚要动手 看着人 身高八尺 身穿 翠蓝褂 面如蓝钉 发似朱纱 一步红胡须 飘洒胸前 长得 雄如瘟神 猛似太岁 他刚要跟这人交手 忽然 这人把刀 苍凉 插回了刀鞘 原来是 画二哥 你这是从哪来啊 怎么连夜行路 画云龙 仔细看 嗨 原来是雷二弟 嗨 提起来是 一言难尽 画云龙 就把由江西来到临安 所作所为 事已说 只是没提 乌竹安 采花的事 书中交代 来的这人 姓雷 明 明 原即是 镇江府 丹阳县 龙泉乌人 也是一位 陆林的英雄 他跟陈亮 是结义的兄弟 二人分手 有一年多没见了 雷明去陈家宝 找陈亮 陈亮家里边人说 陈亮已经上临安去了 雷明一听 心中甚不放心 要到临安去找陈亮 今天走在半路之上 见对面来了一个夜行人 雷明故意由树林窜出来 两刀截住 没想到是画云龙 二人 这才行礼完毕 续离别之情 画云龙说 雷二弟 你刚才念的八句诗 是你自己做的吗 雷明说 嗨 不是 这是杨明大哥做的 画尔哥 你在临安 可曾见着陈亮 我正要去找他呢 画云龙说 我倒没见着陈亮 依我说 你也别去找他了 因为我在临安 泰山楼杀了人 秦相府 又到了玉镯凤冠 你要一去 恐怕人家瞧见你 行迹可疑 把你办了 倒多有不便呢 雷明说 嗨 不要紧 我到临安 没事便罢 倘若我要施了脚 我就替二哥 打个拖案的官司 二哥 你跟我同去 俺们二人 在临安盘缓一跃 你我一同回江西 为时也不晚 这画云龙 本是个没准主意的人 一听雷明这话 自个儿动了心 既是如此好 雷二弟 你我一同上路 两人刚走了不久 见眼前树林内 又转出一人 过来拦住去路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圣守白元陈亮 书中交代 陈亮自从前者 技工要给开水浇头 切菜刀落发 把陈亮吓得是落荒而逃 他就在临安城 找了个僻静的客店住着 画云龙在临安城 所作所为 陈亮都知道 后来听说 拿着了野鸡六子刘昌 技工奉命出都办案 陈亮才要追下画云龙送信 叫他远奔他乡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 遇见了雷明画云龙 三人见面行礼 坐在地下 各续以往从前之事 不多时天光已亮 陈亮说了 你们先到千家口 沐浴静深 吃点东西 咱们商量商量后路再走 画云龙点头 三个人一同来到千家口 洗了个澡 吃了点心 喝了点茶 这时天一正午 三人要去吃酒 来到惠阴楼 画云龙说了 瞧见有赤子腰的鹰兆孙 留点神呢 技工在雅间早已听见 和尚也没出来 三个人上了酒楼 一看倒也干净 跟小二要了几样冷昏菜 干鲜国品 烧黄二酒 不多时泡糖的摆好了酒菜 三人吃酒谈话 真是开怀畅饮 正所谓酒风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雷鸣告诉画云龙说 你呀不必走 临安没有办案之人便罢 要有办案之人 自由我去认账 叫他来一个拿一个 来两个拿一双 陈亮一听 二哥你不能大意 先有技工长老 带着两个班头 要捉拿画二哥 那技工善小过去未来之事 你可得小心哪 雷鸣一听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陈老三 你怕和尚 我可不怕 凭他三人 要捉拿画二哥 不是我说大话 二百官兵齐上 也拿不住他 陈亮说了 兄长 你有所不知 我告诉你 那技工长老神通广大 法术无边 他只要用手一指啊 你就没办法动弹了 雷鸣一听此言 拍着桌子大叫 陈老三 你气死我了 你这是掌和尚的威风 灭咱们兄弟的锐气 这个和尚不来便吧 他要来时 我先把他宰了 要不然 你二人在此等候 我先到临安临隐寺 去宰了这和尚 放出我胸中之气 陈亮一听 雷二哥 你趁早别说这话 你不说 倒许没事 你这一说 技工掐算出来 肯定找你 真要一来 咱们仨全跑不了 画云龙这时候 察言道 你们二位啊 喝酒吧 幸亏此地没人 这要是让人听见 多有不便 咱们说话呀 留点神吧 雷鸣可不在乎 画尔哥 你怕和尚 我不怕 正在说话之际 楼下就有人喊了一声 好责人 我就是拿画云龙的和尚 今儿我把你们全拿住 一个都跑不了 书中交代 这和尚在雅座 同着杨猛 陈孝 二位搬头 傅友德正在那吃酒 听外边有人说 陆林中的黑话 和尚就知道 是他们三个人来了 容他们坐下 和尚这才有雅座出来 告诉杨猛等几个人 往到外边方便方便啊 和尚来到楼梯下 正听见雷鸣在那里说大话 和尚这才答言 他要上楼捉拿 乾坤倒数 画云龙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